登上一條繩子 真的嗎? 登上一條繩子 後面我又看到一個一望無際的風景 其實這裡就是一條公路旁邊的一個展望台 其實這裡也有很多東西玩 來到這個Thunderbird Park 這裡就好像在一個森林裡面 明天就準備會玩去Tree Top Adventure 但現在我就會在這裡睡一晚 看看他的房間 就是這樣一個很簡單的房間 但是外面一開門就看到全部都是大自然的風景 平時香港很難看到 那準備明天就要玩這個力險了 剛剛就穿齊這個裝備了 現在準備要上後面這輛很漂亮的車 接著就過去玩Sip Line How are you feeling? Come on, people, energy! How are you feeling? 整個力險包括七條角有不同的Sip Line 要玩完足足要花三個小時 去到起點 首先會來一次練習而下身 Very good 好緊張喔 我現在是第二個 即是準備前面那個過了之後就到我了 那是在鏡頭 Yeah! 好緊張喔 越來越緊張 等了好久了 現在多久了? 一分兩分鐘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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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渡慢 kenn 給我嗎? 不不不 OK OK GO 拿著繩子 真的嗎? 啊! 啊! 他們現在在這裡 是否在搬我過去 要搬著工作 結果要勞煩工作人員出手 我才可以從森林深處回去 真的很實禮 之後我決定再接再來 上一次我拿著相機自拍 影響平衡又忘記捉繩 所以第二次他們就不准我再自拍 奉勸大家也不要像我一樣 只顧著自拍越麻煩人 早上玩完消耗體力活動 中午就來到這個酒莊野餐 最棒就是有專人幫我準備野餐的籃 來到吃就可以了 在這裡輕輕鬆鬆地度過下午都不錯 野餐完如果你還有精力 也可以到Gallery Walk 逛逛街 這條街聚集了不同的手工藝小店 特別是這間專買德國姑姑中的店 個人就覺得最有驚喜了 爆發 一次拍片 二次拍片 我們到第三次拍片 三次拍片 我們到立場 看一日拍片 我們到期待